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是世界公民日 第21周年纪念日 世界公民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既有的问题尚未解决 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 软化加剧 人口互成长及老化 天然资源短缺 全球天灾人后不断 加上疫情和战争的影响 不仅造成了能源及经济危机 更让全世界的人们 陷入恐惧与不安中 人们渴望的世界和平 似乎越来越远了 现今的科技发展 到达了过去从未实现的高度 基因改造的技术 广泛应用于动植物和医学的研究 对宇宙的探索不断向前推进 资性的流通打破地域界限 这将全球人类的命运紧紧相细 世界上任意角落发生的后端 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互昧 今日的人类既强大又脆弱 既博学又无知 仿佛掌握了许多技术与能力 却又完全无法保障自身的生存权 身为世界公民的你和我 欧美能做些什么呢 在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 美红前心 防后不安的时刻 第一个求智的都是内在的信仰 正因为心才是影响人最根本 最强大的力量 信仰追求的灵魂归区与生命本质 是一种对于终局根源或原理与价值的绝对信仰 这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 民文保护属于绝对不可侵犯之领域 国家有义务保护 绝不可施加任何限制与侵犯 所谓信仰 非专止宗教 而是人人内在的良心 行使良心将会赋予生命无限光彩 今次的世界公民有一个优势 就是有越来越多人有意识地觉知到 内在力量 心的重要性 古老记忆 尽能神会 在今处透过诗本 讲座 影音 素材 广被宣扬 强调静奏 冥想 呼吸 内在平衡的重要性 省思 忏悔 祈祷 也被视为面对外在困境时的解方之一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 先知 往往能够开创一个时代 或解救一个民旨 以大为难之中 因为觉醒是自救的第一步 大学上有提到 格物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齐家 祝国平天下 明朝理学家王阳明 采纳结合了大学中的自知思想 提出自良知之收 他认为良知即是道 良知在人心 圣贤与常见皆是如初 英国诗人柏朗林说 上帝在每个人心中 安上了一盏明灯 这盏明灯就是良心 化国作家于果说 良心的觉醒就是灵魂的伟大 觉知良心而后实践 唯有世界公民的良心 方能打造出 让人类度过末世洪流的方舟 善与恶聚在人心 一面之上天堂就在眼前 一面之恶地狱之门开启 良心是世界公民困局的解方 若人人都能聆听灵魂伸出良心的呼唤 从米平自身的争端做起 必然不会掀起与他人的干戈 或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 小自家庭之中的和谐 大致国家社会及国际间的安定 皆同此理 良心落实于施政 便是以民为本的良心行政 良心行之于法力 便有复卫人权的良心司法 良心实践于税制 才有真正立国伏名的良心赴税 良心的自然真指向地球永续的未来 人与万物 人与环境能够相互尊重 人并不会节责而渝 引起大自然的反扑 而能够找到与自然和谐共融之道 进而促进万物繁荣 在良心的引导之下 人能够明白利人即是利己 无私的真爱 终能反馈到己身 当爱广传 纷争止息 每一个个体都能生活在爱与良善的慈常中 依循良心行事 世界和平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世界的未来 掌握在每一位世界公民的所中 开始行动的每一步 都是扭转世界命运的重要作用力 也是改变事局的关键力量 今次已会的智慧 不但是重要讯息的传递者 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相信好恋与善行的交互作用 能够启动地球 从后新生的契机 让我们邻居正恋 千尽祈愿 立即行动 共同与良心与善行 打造世界公民的希望方舟 祝福大家平安幸福 祝福世界永享太平 各位线上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参加本场论坛 世界本一家 公民你我他 身为地球村的一份子 你我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 近期最重大的国际新闻 就是恶乌战争 即使身在地球的另一端 我们也能感受到 战争带来的混乱与伤痛 更体会到每个世界公民 都有着牵一把而动全身的 紧密关系 唯有人人找回良心 才能停息纷争 共同面对人类的重大挑战 今天的论坛将邀请各行各业的人士 一同来响应世界公民日 首先我们邀请陈先生 来与我们分享他的见解 各位朋友大家好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最近每天最密切关注的新闻 就是俄乌战争 战争除了带来伤亡 也导致乌克兰人民大逃亡 根据联合国估计 目前已有28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 创下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 未来还可能上抗500万 断园残壁 流离私属的画面 天天在媒体上振折人心 身为世界公民的我们 也被俄乌战争影响 油价上涨 带动了通膨压力 影响了每个国家 也影响了每个人民 在战争中 人民永远是输家 祈愿这战争早日平息 从俄乌战争之中 可以看出国家的强大才是根本 因此台湾如何自立自强 强国强民 是当务之急 个人认为 所谓郎外要先安内 战后英俄朝世代 人口红利创造 台湾前烟角墓的龙井 已不互存在 2020年 台湾已走出人口红利期 而进入所谓的人口赤字 迫负债期 也就是俗贞的人口老化 2060年 老年人将占 台湾总人口四成 和日本 南韩 并列全球最老的国家 台湾将又老又穷 而不敢生育 是时下年轻人普遍的想法 很多夫妻 愿意生小孩 却因薪资 工作处境 和照顾替代人力 这三座高山 而却步 出道薪资 根源是低薪问题 所谓 民户国财未强 这是万古不变之理 台湾薪水 倒退录 人财外流 外资不敢进来 是近年来 每年都在上演的戏码 外资 为而不敢进来 这起源于 法税 不公开 不透明的原因 为而人财外流 表示许多人 对这个国家的某些机制 缺少信心 才会选择海外移民 留学等 税制 其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国 目前针对法式的解释行令 多如牛毛 且不合时宜 而国税局 却借着高达 进万条的解释行令 来拒绝法律 更在奖金的诱惑下 多以超增课税为目标 此一手段 也让投资风险 不亦平定 因而阻缺了许多 外商投资的意愿 外商不来投资 自然吸引不了海外人士来台 甚至你在国内投资者 也因税务风险而撤资 造成国内就业市场的萎缩 雷克说 是国家税务暴力 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2010年外商 亨顿 就丹隆等四家 知名服饰连锁店 因为对税务认知不同 被国税局 以投入税 名义重罚新台币 5亿多元 亨顿等四家业者 联名给当时马总统的 陈金涵指出 奉公手法 诚实纳税 是重视品牌形象 伦理的一帆 且 历年所缴的营业税盒 均为营业价值的5% 符合 价值型营业税法令与精神 但 国税局税款 连同巨额罚款 竟然高达33% 到47% 这样违法 违旋的补税科华 有什么业者 何以承受 这不是变相逼使业者 裁员 歇业 最后自行倒闭吗 各位朋友 请问 国税局这样杀鞠取软的恶劣手段 如果 你是外资 还会选择到台湾投资吗 前总统马英九曾说过 侵害人权的十之八九都是政府 在世界人权破坏的历史上 常见以司法和克税 两种手段 施加于特定团体的案例 除了外之 在台湾本土 其中被台湾监察院 略为重大人权保证案件的太极门假案 是台湾历史最长的税务人权侵害案件之一 其中 涉及司法及税务之制度缺失 也有执法者 个人与绝构性的违法 25年来 司法判决 证实太极门 无罪 无欠税 遭计压制被告 均或国家愿意赔偿 监察院调查证实 检察官 及国税局 经有侵害人权之违法 然而 国税局举万年不死税单 持续开单课税 执行署甚至违法强行 拍卖修行场所 严重侵害宪法 及国际人权 两公约 所名文保障之宗教权 财产权等 众所周知 税收是为了让国家 可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与福利 而缴纳的 而政府 还在透过不公不义 或违法的方式课税 清换了公民的自由权 和私有财产权等基本权利 道行民主 与无事人权之行为 终将遭世人唾弃 今天 4月1日 是世界公民日 这个属于全人类的重要日子 每个人 都做好世界公民的本分 与欲物 当人们所有的行为处事 皆本于良心 将人促使 到环境变得更好 利人又利己 而政府的角色 不是发钱补助救急而已 应该建立更公开 更公平的透明体制 去除阻碍创新与进步的杜从 维护公平正义 凡事本于良心 师徒同心走遍五大洲 至今已拜访过101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 投入超过20万人士 参与3000多场国内外展演 促进国民外交 弘扬 宗教扫黑 转移社会焦点 太极门假案 就是由此而来 85年 侯宽人检察官 克枪实弹 带大批检调 及媒体大肆搜索 太极门道馆 并滥权发公文要县市政府 将太极门断水淡电 以这个手段将太极门灭门 并以不识假证据起诉太极门掌门人 洪道子博士 民国96年7月13日 经司法三审确定 太极门无罪无劝税 无违反税监基增法 迟来的正义法律 已经还给太极门公道 但财政部 国税局还是依侯宽人被废弃的起诉书 不断开出违法税单 长达25年 更过分的是在109年8月21日 国税局及行政执行署 联手将太极门修行圣地 违法拍卖 周规国有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理事长 陈志荣教授 结发 早在109年3月2日 新竹分属公文上记载着 你请士林分属登打绩效 并回馈本分属二分之一 是否同意 公请才是 根本还未公告拍卖 就已经先列奖金 私密瓜分绩效 令人质疑强行拍卖的动机 前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长兼审判发言人温耀元指出 太极门案是被用税捐手段追杀的指标性案例 55年来都是一样的事实 其中一个年度居然做出不同的判决 109年税捐单位又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做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查封拍卖 又违法座驾承受 把财产充公 一般人只要了解事实 没有不惧起声援太极门 但数万群众走上街头抗议 政府却自若罔闻 这样不公不义 是自以为很会做事的政府应该为的吗 他强调 执法的人如果没有良心 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 国家是靠人民来支持 政府不能用掠夺者的心态 不能滥用权力 用这种巧取豪夺的心态 来欺骗人民 应该用良心用爱来追求真正的司法 是真正的真理公平正义下 做出人民能接受的判决 以这样的一个判决来执行 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所接受 才是真正司法为民 前德国检察官现任辅仁大学助理教授 裴崇德博士 于105年4月2日 世界公民站出来 假案转型正义 青年改革论坛表示 太极门税务假案 如果在德国就是一个小小的税务人员 开错税单的问题 很快就能厘清解决了 在台湾怎么会变成大案呢 在德国没有政治假案 政府都是很务实的 就事论事处理问题 反观台湾 确认令假案无限延大 浪费无数公堂 行政资源 司法资源 及社会成本 更劳民伤财 破坏国家体制 今天是世界公民日 我想问台湾是民主国家吗 太极门超过25年来 遭受刑法 税法 迫害造成人民的两大痛苦 人民的人权在哪里 人权是普世价值 人权是天赋人权 人权是人性尊严 人权是彼此尊重 台湾政府 自立于经济发展 司法 法税法体制 却为人所诟病 是严重落后的国家 难怪法税专家学者说 太极门案件是 法税228 是法税造妖境 政府长期末世不作为 法税冤案像鬼打墙一样 人民当觉醒 请小英政府 拿出魄力与勇气 更正错误了25年的 太极门冤案 落实转型正义 使冤案不在 还太极门清白 台湾人民才不会成为 世界公民的边缘人 谢谢大家 现今社会虽然科技发达 资讯流通 却也因为过于快速的生活步调 与社会压力 让人心起了变化 进而导致许多严重的问题 我有每个人都以良心为本 政府机关秉持良心 依法行政 领导者履行承诺 落实人权 国家才能强健 世界才能安康 在世界公民日的今天 忠心期望 地球上每个角落 都因良心而点亮 如同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副主席洪道子博士曾说的 每一位世界公民 都是扭转市局的希望之光 谢谢各位的参与 在论坛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 《良心时代》 人人都有好心常有 事与东风上扬扬起 人人都能做好人 良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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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依赖 良心在你在我心 良心天你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